今日和大家看的驗修單位 是位於大角咀的海帆軒 柳寧已經有十年 除了一般的老化問題 由於是早年入職興建 保身的渠位設計也要留意保養 在大角咀海帆道一帶的幾個私人屋苑 都是以海景作為賣點 其中一個就是由長實發展的海帆軒 屋苑在03年入伙 一共有880個單位 建築面積由587至674呎 全部都是兩房 今次驗修的單位位於一座的中層衣室 建築面積628呎 實用面積462呎 實用率有7乘4 下飯廳呈長方形 闊9呎3吋長19呎1吋 業主在上個月才以600多萬馬入 其中一樣看重的就是單位有海景 露台這邊向西 望出去的景觀的確開揚 還可以看到偶旋船周大橋 不過樓下有貨櫃碼頭 不關上露台拖門的話 貨船噪音都挺大的 鎖不到的 不過一關的時候才發現門鎖有問題 鎖不住 我相信是之前的業主也發現鎖是壞掉的 因為這些門如果不鎖貼它 門那是有機會在大風雨的時候會入水的 可能因為這樣 上手的業主在門邊加了一條海綿條 新業主最好找人弄過門鎖一流永逸 屋苑入伙有10年 外牆見到開始舊 有些小牙齒有空心 但問題不算大 另外10年前落城的樓宇 亦都要留意渠毀設計的問題 因為這個屋苑是比較舊 即是2003年左右的屋苑 我們看到樓上的屋苑是經這裏的天花走的 記得要揭開天花來看看屋苑會否有深樓 因為它一流水就直接滴落你的天花頂 沙士之後再入職的樓 就不可以再走落天花 全部走到外牆 所以後期的樓揭開天花就見不到屋苑 看回單位的渠位 就曾經有滲流的跡象 旅天花片的頂上 就有些潔晶粒在那裏 就乾的 相信曾經有少少滲過水下來的 因為這些渠本身有些沙洞 可能會有些微滲 但滲一下滲一下它自己會停 現階段就沒有繼續滲 不過如果真的想內用一點 安心一點 就可以渠寶補過蠟青油 會內用很多 要內用一點 防止出現滲水的問題 浴缸邊已經抹開的浸膠 最好重造 水龍頭亦都有流水 可能是內裡的配件腦化 或者是走位 可以找水喉師傅修理 另一個已經滲水的地方 是座次的雜製 要上回實螺絲 或者可以用防水膠布包住 屋苑由詳實發展 鍾志剛說 早年來驗樓的問題 今天仍然有 就是空心地磚 其實如果一開始黏得緊的話 是可以保留很多年都是緊的 我也染過一些三十多年的樓 是一件空心磚都沒有的 也都在2003年 我都來過這裏 驗過樓 也都發覺 其實當時都有很多空心磚 最好將部分空心情況比較嚴重的地磚換過